今天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AIMED人工智慧医学第三集 就是轻分子医学 为什么要讲轻分子医学呢 因为亲戚 它在日本已经是被列为合法的医疗系体 台湾还不是 大陆也已经承认了 所以我们台湾要集体直追 不能落后人家太多 那么轻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呢 它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把我们的酸根肢乳肌排得一干二净 那么大家如果看的是第三集的话 你也可以为了要完整 你可以搜寻一个全局 或者你在YouTube上面搜寻 第一第二第三 用这个名字去搜集 我们都会把今天的这个演讲 演讲上传 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就是 我的人工智慧医学密码 就是H2 今天讲的是H2的部分 就是讲亲戚 因为不管你得到什么病 那么你要治疗的话 因为百病同盐嘛 百病同疗嘛 就是把细胞内的酸跟GFG排得一干二净 排到没有酸好排 把细胞内的酸根排了以后 就是说就很重要 因为你酸根GFG排不掉 就好像你家里的垃圾丢不掉一样 没有丢掉一样 你买了一栋房子 不管你有多少黄金 你住的是什么达官贵人 还有你多少古董 多少壁画 如果你的马桶不通 你就不要住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酸根自由剂一定要排的 没有人不要排 我们来看这个日本 它是2016年12月1号 就批准 轻可以作为医疗气体 做什么呢 做这个心脏停止跳动以后 在CPR 腹跳的病人 身体很酸的病人 拿来排酸排自由剂 听说效果还非常不错 不然日本来讲 他们研究轻 研了二十几年 研究了二十几年 那他们也不是笨蛋吧 他应该不会比我们 这个 比我们笨就对了 我们不列为医疗气体 不是因为我们聪明 好 那么轻是怎么产生的呢 因为世界上 轻的最大的仓库就是水 轻是宇宙间最多的气体 这个氢电解以后 水电解以后就会变成氢跟氧 氢跟氧再把它吸进去 就会在立先体里面变成水 我们看看这个氢 这样 就会产生这个水泡 我们把它吸进去 我们身体里面的氢本来很少的 因为空气中的氢是十亿分之五百 你想吸也吸不到几粒了 那么可是你如果吸这个水电解氢氧气 或者子子交换磨氢氧气 我们的氢就会很高 可是你一不吸它又跑掉了 所以氢是不会残留的 那么它吸进去呢 就会跑到这个细胞里面 细胞里面 氧可以进来 氢也可以进来 在这里就变成H2O 变成水 这个是立腺体 大家看这个呼吸电转换 我们这个就变成水 有没有看到 H2O H2O Water 这个就是 这个红色的两个 就是氧 这个就是氧 那我们这个立腺体 这个叫充电器 这个制水机 这个是Q10 这个脱氢酶 我们的这个 吃下去的这个 葡萄糖 氨基酸 这边脱氢 这个是我们一个克氏循环 那么氢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因为它是最高的 强度最高的 高度选择性的 抗质油肌抗氧化剂 我们知道抗氧化很重要 SOD 什么什么 以前我也是走抗氧化路线的 就要变成吃SOD 吃这个吃那个 可是我用了氢以后 我就不再用SOD了 为什么呢 因为氢是最强的抗氧化剂 你看 我们的这个氢 这个水加铁钉会生锈 那么你灌氢进去 你们自己也可以做实验 就不生锈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把这个 会氧化了OH自由基 这个 这个嗆自由基 OH 还有硝酸跟印尼质 中和调 它只杀坏人 不杀好人 可是我们吃的SOD 抗氧化剂很多 它部分青红在照白 可能给你的一氧化蛋 什么这些 好的都弄掉 所以轻 所以抗氧化剂不能随便吃 吃了有时候会有副作用 那么这个你看 这个叫做氧 水 这个叫做自由基 OH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身体 产生太多酸 或者是这个怎么 有一些化疗 放疗以后 这个不好的话 它就会产生这个自由基 让这个细胞膜 这个立腺体的内膜 内膜呢 坏掉以后呢 它这个氢的子子 就不会经过这边 反而经过这里 这个如果你的杀手细胞 坏掉以后呢 它就不会杀耳细胞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氢它是世界上最轻的气体 最轻的物质 它的颜值量是1 分子量是2 H2 那么我们人体里面 因为20%是水 80%是水 所以你看我们身体里面的氢盐 只占了62% 那么我们人体的大肠 每天成人也会产生 14公升的氢 有人问我说 氢有没有毒啊 我说氢有毒 你早已就死了 对不对 因为大肠也会产生 益生菌也会产生氢啊 你身体62%就是氢啊 对不对 那氢有量的问题啦 如果你用氢 一桶氢 一桶氧 你才引爆 会怎样 这栋到牢就不见了 你会变成粉末了 变成肉酱 氢可以当氢气氮 我们现在是量的问题 我们可以拿钢瓶的来吸 你这个水电解的氢 一点点而已 点个火也 爆一声而已 因为小火花没有关系 对人不会有任何伤害 好 我们来看这个人 有一个睡眠障碍 这叫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 什么叫快速动眼期 其实我这种患者还蛮多的 有人失眠就算了 有些人是好睡 可以睡 可是在睡眠中 快速动眼期的时候 会狂叫 梦游会起来跑 梦到有贼来会出去打人 这样 或者梦到跟人打架 碰面声音 还有人手骨打断 没有听过吗 打到这个 撞到墙 鼻青脸肿的这样 这个小朋友他八岁 他婴儿开始就每个小时会狂叫好几次 老婆都很不正常 结果他来我们这边吸 到一个保健馆吸 因为我强调说 清它不是医疗气体 你不可以摆在我们合法的诊所里面 可以派到外面去 派到外面去吸这个清氧气 吸完再回来 可是在这个保健馆他不能够讲疗效 因为台湾的法律就是规定 亲跟养可以用 可以保健 不能讲医疗 我们派去的话 他再吸的再回来 这个就是卫生局说 这样是OK的 知道吗 我们不能够做违法的事情 要做合法的事情 所以你看他吸了以后 自由基排光了 第二天我问他 昨晚有没有比较好睡好好睡 这样就完全不狂叫了 他来一次就没有再来 当然也是厌血 我这个就不讲 像这个患者也是这样 让他吸清 我们正常讲说尿的酸碱值 不是要5.5吗 可是他为什么吸完又变成8呢 这个问题可大了 很难解释呢 为什么正常的酸碱值会变8 8不是不正常吗 这样不是清有毒吗 害我们尿的酸碱值变吗 不是 这个我们的酸 有的是在血管里面 有的是在细胞里面 这样知道吗 你吸清进去排呀排 把血管里面的酸排掉 把细胞里面的排不出来 马桶阻塞了 酸的排毒管排不出来 就好像你家 你要丢垃圾丢垃圾 你跟你的外劳说 那个房间的要丢 哪个厨房的要丢 他没有听懂 他回来你一看 傻眼了 那个左廊的丢光了 房间里都没丢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又变简 以为没有垃圾了 还是有 你看这个人 他后来吸得清就没有垃圾了 血管都排光了 后来 等到他这个 后来又排了 7.555 就一直排 一直排 一直排 这个人就是 他第一次来 在这个保健馆里面 我去看他一下 因为他是很严重的恐慌焦虑优异 他就一直问我说 王医师 我这个脚好酸痛 好酸痛 会不会 吸得会不会好 我说你试一试看 好应该是会了 看你多久好 结果他吸到这个5的时候 他很高兴 他说 他就跟我说 我好了 我酸不酸痛了 这个几乎千篇一立的 几乎大部分的酸痛都会好起来 万一没有好怎么办 说我热了 这个后面会提到 像这个一个病人也是 他有一天他找我说 来看诊 他说我智力神经失调 我想说 你懂智力神经失调吗 我说谁跟你讲的 他说 我看网路 我觉得我很难过 我是怎么难过 视力不对交 你近视 没有 他说我 我说什么叫视力不对交 他说我看你 要这个好像照相机 要调那个焦距 看了好久 才调到 可以调的 好 再来呢 脚踩不到地 他说 那个地明明是平的 他每个脚踩下 觉得好像踩落空一样 这个好像很少听过 手脚不听此唤 他说这个东西我要拿 想了好久 手才能动 动了以后呢 就是 要放到那边好像很久 我说你中风 不是 有时候好好 有时候就不行 手脚好像不自觉的手脚 这个很简单 很简单处理 这个是没有医生 我说你这个没药医 我跟病人讲 你这个没药医 你不用吃药 没有人会开药给你吃 有什么药 没有 镇定计也不是 吸清 好 我说你去保健管吸一吸 吸完到这样 自由基排排排排排到还有很多层电了 还没有排好 到七而已 他第二次复诊 他说我好很多了 好了八成了 我说还没有好 你这个要排到变成五了 他说我好了八成 就满意了 这样知道吗 为什么 这边后面会讲到说 为什么很酸 不会排 后面还会提到 就是说 你的脑细胞 神经细胞很酸的时候 你传导会异常 像这个也是一样 肢体免疫疾病 都不会睡 不会睡 没有办法睡觉 每天养 养到不行 结果他是这样 你看他排到第二天 五月五号来 今年五月六号 我说昨晚好不好睡 好好睡 一觉到天亮 完全不痒 后来他就没有再来了 他自己想办法 天天在家里吸清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我为什么会 太压糖尿病 也不再吃药了 抑郁性皮肤炎 这个自体免疫 也都好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 治疗疾病好简单 好像必要用药 用什么 用氢啊 用热疗啊 用抽血 找过敏炎 我觉得这个好东西 应该推广嘛 都我已经快七十岁了 一只脚踩进棺材 我要创业干什么 我是要把这个好理念 传说给大家 我们要做一个人类 医疗史上的革命 这样知道吗 以后中医 西医都会慢慢的视为 我们的AI 人工 智慧 医学会 行遍全世界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使命嘛 对不对 我都已经七十岁了 小孩子都三四十岁了 那我还要创什么业啊 对不对 好 就是这样 把前面讲过嘛 把酸排到没有酸 把自由基排到没有 自由基 这个自由基排排排排排排到没有 把酸排排排排排到没有 八变到五变到六变到七这样 好 像这边有一个病人 他也是一个癌末 癌末病人 他是肺癌 不能开刀 已经转移到脑 脑还有六公分的癌 医生说你只能做化疗放疗 肺癌不能开刀 不用开刀 已经转移了嘛 可是呢 医生还很好心 就用电脑刀 给他把那个脑癌弄掉 烧掉 结果呢 他是一直咳嗽 他到我诊所 门诊的时候 每秒钟都在咳 因为癌症与细胞 已经扮演到肺脏了嘛 医生都建议他做安宁病房 结果他觉得 来试试看啊 因为来我这里的人 大部分是死马当活马医的 我说我是这样治疗 你要不要做 要做你就做 这样他就照我前面讲的方法 去清啊 生通饮食啊 做热疗啊等等 结果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月 有一次我们请他再做 你看他这个自由基排排排排排 排到没有自由基 酸排排到没有酸 变简 他就完全好 完全好 不是说癌症消失哦 我建议他你还是要把那个 炎味癌去做内饰劲拿掉 我是一个外科医师 我是西医师 我绝对不反对开导 可是我绝对反对 先做化疗 要先做自然疗法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可是我不会叫病人不要去做化疗 因为我这样讲我会冒很大的风险 我一定说如果你不想做化疗的话 你就来做自然医学 如果你想化疗的话 你就先去做化疗 我们可以帮你减少化疗的痛苦 我们当医生讲话就像医生讲的话 不能够像那个江湖郎中乱跟人家打包票 因为有很多朋友也是癌症医师 现在很多医学中心的院长 都是我的同学 有一天 如果他们万一打电话来 说王同学啊 你怎么拉 那我压力很大 对不对 很多同学都是教授啊 专家 只有我不是啊 好 这边有一个肺癌也是这样 他也是脚肿啊 手肿很厉害哦 失眠啊 又肺癌啊 默契啊 泪风湿 花了花了都做完了 好 我说吸吧 一次吸八台清氧机 结果一次吸到最后 你看这个自由剧排光了 吸了九个小时 他最后跟我分享说 他现在手跟脚都全部 全部不肿 脚肿 手肿 脚肿 手指 肿到像大拇指 脚拇指一样大 所以我们这个课案非常多 就好像你有一天 看到一个圣母啊 或者释迦摩尼啊 观音娘跟你显灵一样 你就人家把你吊死 你也要说你真的有看到神 这样对吧 我也是这样 我没有怕任何人批评我啊 因为这个是事实嘛 事实胜也强辩啊 对不对 好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本身是专业人员哦 他巴进身很厉害 他吃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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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最后 药一天吃一颗的 后来变四颗 本来一天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变四个小时吃一次 到最后就没有效了 所以没有效啊 就是会断电了 两个小时就全身瘫痪 我也不敢 因为他本身也是专业人员 我说那你 那你开始测试吧 吃到五六个小时 自由机就排的光光 你看 有没有看到 黄金较差就出来了 自由机排光了 终于没有权益 可是不再断电了 药效可以拉散 这样 他就很满意了 因为巴金森是产生多巴胺的细胞坏掉 坏掉以后 你叫我帮你把它恢复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细胞死亡就不会再恢复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话要有分寸 不能够包山包海 对不对 那这样会引起医疗纠纷的 所以我说 我们这个方法排算排算 对你的身体很有帮忙 你愿意接受的话 一定可以让你的整个状况变得比较好 对不对 像这个 因为患者来我们医院 我都会跟他做3D立体脑坡 我成立台湾脑坡自立神经医学会 我专门研究脑坡跟自立神经的关系 因为我们人体脑细胞有1500亿个 那么这个1500亿个呢 每一个细胞都好像是一个发电机 他会放电 放到电呢 就是一秒闪动一次到30次 13次以上呢 就叫做贝塔坡 工作脑坡思考的 8到12叫阿发坡 4到7叫C他 还有再下来是Delta 所以这个叫做时间轴 那么这个右脑 这个左脑 这个贝塔阿发 塞他掉他 像这边 这一个人 他19岁正常的脑坡是这样 很好 很漂亮 是个医学系的学生 那么这个老年痴呆呢 他就是 30几年都没有什么好睡觉 那脑坡是这样 脑坡为什么这么低啊 因为脑神经细胞的死光啊 出门就会迷路 去7买东西就要人带 不然就会变成失踪老人 我们跟他做高压痒 没效 高压痒 体验轻 没效 怎么办 就是没效啊 治疗以后还是没效 因为他的脑细胞 一直死一直死 因为我们阿斯海默 这样做第三型糖尿病 会这个类淀粉堆积 吃太多淀粉 脑细胞就一直死 一直死亡 他问我会不会好 我说 你好的定义是怎么样 他说恢复到以前那样 我说那是不可能啊 我说你是阿斯海默症 重度 重度到重度了 他说我这样下去会怎样 我说就会瘫痪在床啊 吞厌困难啊 不会走路啊 要人把屎把尿啊 你现在还会走路 还会出门 我大概只能够维持你这样而已 知道吗 你已经 因为我们看自然医学 眼睛瞎了不看啊 你叫我恢复 看得到我是不可能啊 身杖坏了我也不看啊 肝脏衰竭我也不看啊 不可能包山包海嘛 只是说发炎的 让你不要再发炎 把自由基清除掉而已 讲得很清楚啊 我没有包山包海啊 你看这个左边的是正常的脑细胞 右边的是萎缩的 左边的是阿斯海默症的 脑尾空洞化 这样 可是哈 也不是每一个都这么悲观 很多人吸了亲以后呢 像是一个人啊 他四十多岁 就是好多症状啊 就很不舒服嘛 也一直想自杀这样 结果呢 他脑膀看起来是这样 看起来还蛮低的啊 大概只有我的三分之一啦 结果吸完亲便这样 哇 看起来我有点嫉妒他 怎么快要跟我的一样 结果这个人啊 他吸完亲啊 他就一直找人讲话 他老公说 他本来平常不讲话的呢 怎么吸完亲啊 拉到一直呱呱呱呱呱呱 一直讲 他说他一个小时讲的话 比他过去一年讲的都多 你知道 脑细胞被充电了 我说你这个脑细胞 还充得进电啊 有很多是充不进的吧 像这个人就是 叫做过热 脑细胞过热 就是妥瑞症嘛 他妥瑞症 有很严重的这个声音 他脑细胞是这样 脑波 异常放电 这个是很典型的妥瑞症的脑波 可是他去体验 去保健馆体验亲 回来 变成这样 大家看 上面很多异常脑波 13hz以上的 很多异常嘛 吸完就变正常了 所以说 我们亲 它叫by phasic regulation 你身体过热的 就给你降温 过低的就给你充电 这样知道吗 所以有的人吸的就很好睡 像左左右边这个就很好睡 左边的就很精神很好会睡不着 所以亲它要很小心的利用 所以说 人工智慧医学就是把用主要就是前面讲的以外 就是把酸跟GFG排掉 所以我曾经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没有公开发现 叫精神神经疾病不要而已 所以所有的精神神经疾病都不是病 那是什么呢 那只是一个外交的表现 是因为脑细胞生病了 脑细胞生病了 生什么病呢 营养不良啊 油脂太少啊 脑细胞太酸啊 所以很多病人都来说 我都跟我的患者说 你这个没有药医的 没有药医那我怎么办 我说不要用药才会好 要用我的方法 我这个不是乱讲的 我是非常有把握的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神经传导每秒最少会100公尺 100公尺 100公尺 还有神经传导 神经传导 它一定要在你的细胞是 酸减值7.2的时候才会释放出来 释放什么东西呢 就是大家看的 肾上腺素啦 会让人恐惧愤怒啊 多巴胺啊 血清素啊 血清素放不出来就是忧郁症哦 对不对 Veta endorphin 就是你去当志工的话 会分约很多脑肺啊 会很快乐啊 这样 所以大家看 这个脑神经细胞 你要做一个动作 要经过好几十个神经元在传导嘛 大家看这个神经 你看它没有连在一起 它为什么会传导呢 因为这个神经末梢啊 就会放出一种叫神经传导术 它这个神经传导术啊 它这个神经传导术啊 就好像你玩借力赛一样 你把这个借力棒啊 传给下面前面一个人 前面一个人再传下去啊 就是 这完全就是跟借力有点像啊 借力赛一样传 那么如果你油脂吃不够 那么你的这个神经传导术的原料就不够 很多人啊 前面后面会提到就是怕油啊 我的患者大部分是我还有养生哦 我说怎么养生 我是滴油啊 哇 听了以后就心瓜就揪在一起 滴油 滴盐 滴盐 滴糖 我说那你要吃什么 糖不吃 油不吃 盐不吃 那你不饿到这样皮包骨啊 我的患者大部分都是这样 尤其是癌症病人 大部分都是滴油已死的人 所以你看 第一 神经传导术它要原料不是吗 你做什么东西不要原料 油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料 Omega3Omega6嘛 那么你要传导出来酸碱值要正常 好 大家看这个 酸碱值不正常 怎么传啊 就不可能传啊 所以我们的神经细胞里面要维持7.2 外面是要7.35到7.45 才能够传导吗 不然速度就太慢啊 神经传导速度就传不出来啊 好 你看我们这个脑细胞 我们的这个脑细胞 它有1500一个神经细胞 这个神经细胞每个都在放电 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 这个就是神经 神经细胞是好吃懒做的 它不会自己吃东西啊 它要靠谁养它呢 靠这个心状细胞 心状细胞一个嘴巴吸在血管 一个嘴巴吸在神经 这个叫心状细胞 心状细胞一个嘴巴吸血管 一个嘴巴吸神经 供应神经 那么另外一种叫寡突 寡突细胞它好像我们水电工一样 它会修补 修补我们破损的神经 修补要原料啊 所以你请一个水电工来 你没有给它有颜料 它就没有办法工作嘛 好 我们正常的细胞是这样 神经是这样 传导很正常 如果细胞老化脱落 这个垂肖 这个mylin cheese脱落 或者被过敏人攻击 脱落 脱落以后你又没有颜料可以修补 就长疤痕啊 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 另外一种维持脑神经健康的三种细胞 第一是心状 第二是取胶 第三是微胶 微胶就是清扫 少垃圾的 清扫 它很小 你看那个可以在一条一条纤维之间跑来跑去 那个多小 小道理我没有去量过我不知道 好 所以你看我们的神经 如果他这个 如果你身体很酸的时候呢 就等于这个老板 主人生病了 煮饭的生病了 扫地的生病了 水电工生病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无法可施 主人慢慢饿死了 垃圾堆积如山 阿塞摩就出来了 所有的退化性脑神经疾病就出来了 脑慢慢慢慢就萎缩了 最后就不认得人了 所谓不认得人就是说早上吃什么忘记了 等下看到你 看到你跟你讲一讲话 回过头来 你是谁 你是谁 就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是讲清 清的话就是会帮你把酸跟脂肪排掉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太多的精神病病人 精神病病人用清洗效果是最好 我曾经有认识一位医师朋友 他跟我分享 他是 我起初是不认识他了 他说他也要用清 我说你的心得是怎么样 他说我很忙很忙很忙 忙到有一天失眠了 开了很多诊所 失眠了 失眠了就不会睡 就是开吃project 吃完以后很好睡 一个礼拜就没笑 一个月就没笑 没笑他就把药停掉 停掉以后 副作用出来了 就很想自杀 很想自杀 好想把这个儿子丢到楼下去 自己跳楼 他一直跟太太说 你一定要看住我 你一定要看住我 我忍不住我的冲动 我好想自杀 想丢小孩子 后来他就吸得清以后 忽然间他自己讲的 我一定可以请他出来作证 他说忽然间第一道天堂 酸排掉了 人就清醒 大概是这样 所以大家看清的我一个总结 就是说中医讲阳跟阴 阴阳平衡 清就是阴 清就是水 氧是柔的 所以物质加氧气会燃烧 加了氢气会还原 因为氧是希望拿到电子 它是很强的氧化剂 那么氢是最好的还原剂 因为氢喜欢给人电子 所以氢跟氧结合起来 就要钢材烈泥 就变成水 这样知道吗 一个喜欢给人电子 一个想要电子 两个人就合得很好 所以水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套一个中医的讲法 就是氢能够那里阴阳平衡 能够水能克火 柔能克钢 阴阳反应达到平衡 清是细胞内的灭火器 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细胞里面充满水 所以曾经有一个气功师 他说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吸了五分钟 就好像我做的气功 通了 就通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亲戚会让细胞充满水 因为像台大王位工业师他写的书 水的曼五清的业章 他说穴道经络就是水的通道 你的每个水都震动震动震动就能够传了 所以说认读二脉就能够通 这个其实我们中医 跟这个亲戚之间的关系非常大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清 进来就是变成水了 那自己就充电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我以前我是西医 我以前看不起中医的 那是什么 我想想有一点汉眼 以前我看这个西医 中医不吃药能够治糖尿病 不吃Metformin 不吃酱血糖的药怎么治糖尿病 不打一道素怎么治糖尿病 根本是乱七八糟乱讲的 可是现在我认同了 以前我看那个中医讲什么 《黄帝内经》说水能生火火能生水水 水火相生水火同盐 我觉得看了几乎都想吐 那个什么东西啊 古人头壳坏掉 我告诉你这个是真理 三千年的《黄帝内经》就讲了 我看了这个我终于了解了 为什么呢 你看哦 我们这个燃烧燃烧 养进来燃烧 燃烧好 这个是ATP ATP synthase ATP合成 这个没有电的ATP 变成ATP 这个叫生火 好 这个是Cytochromoxidase 它生水 清一进来 燃烧的时候呢 同时生水 生火 也同时生水 这样讲不是水火同盐吗 你这个坏掉它不会生水 这个坏掉它不会生火 水火才能够相生 后来我觉得水是水火是火 水火怎么相生 我跟你讲哦 这个《黄帝内经》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写的 是外星人 我看到《黄帝内经》我吓一跳 后面还会提到 这个我看到八个字害我吓一跳 他说 因为我是研究脑波智力神经 智力神经我定了一个标准 就是说 智力神经本来研究很多年 现在很少人用了 我看到一个标准害我 吓了很久 他说 阴阳平衡的最高标准就是 阴平阳密 精神乃至 阴就是交感复交感 阴要平阳不能开高 阴阳离觉阳太高阴太低 精神 精气乃绝 这个就是智力神经的一个 我顺便提一下这个 清气其实它跟我们中医效果 这个整体的平衡 阴阳平衡 阳后寒原反应 阴阳平衡就是 阳后寒原反应平衡 那么我们现在都切阴嘛 切阴嘛 那你可以吃一些什么枸杞 补阴嘛 那腹脂啊 就会让阳太高啊不好 知阴补阳 我们这个中医的 这个观念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医学 事实上 我后面还会提到 我们整个的人工AI 就是AI 这个智慧 人工智慧医学 就是在中医的基础上 不是现在的中医 我是说三千年前的中医 知道吗 五千年的文化这样 所以说百病同源百病同僚 如果各位 你要打一个英文 可以叫SINGLE CAUST SINGLE CAUST SINGLE CAUST SINGLE CURE 就是治愈嘛 百病同源百病同僚 不过这个网站 有点 这个西方人的网站 他们只讲生酮饮食 没有我讲的完整 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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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